所以我借这个音言 再跟大家来分享 继续要跟大家来说明的 就是 这个题目 跟大家分享的 说是 深信净土 是死不退 往生西方净土的关键 就是下面的那一句 事实不退 关键就是在这一句话 但是事实不退的关键 建立在哪里呢 关键建立在深信净土 你对净土深信 你才不会动摇 你对净土的深信 你才对这一句名号 起了一个信心 不然的话 我们念佛到最后会退心 很多人念佛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心不念佛了 退转了 很多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这些念佛的人 很多就有这样的例子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末法时代 这个末法时代 法比较弱 正法比较弱 魔比较强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众生容易迷失了 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目标 所以 起心动念 都离不开自己的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原意 不善的造作 所以产生种种的造业 再加上现在这个很多一些 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看这个佛法 甚至于使人对这个净土士气的信心 用这些谣言杂说来影响 说我们净土如何 净土法门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有些人 深信不过建立 就容易被迷惑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命好 真的我们的命很好 你有这个机会 遇到这个法门 你有机会 能够吻到这句名号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过去生 你跟阿弥陀佛结了很深的因缘 所以今天有人跟你说 我要把大千世界来跟你换 或者把这个金元财宝 或者我们世界的金刚宝 说跟你换这个净土 跟你换西方结了之间 你那个心一丝毫都不动摇 说明你对净土那种深信 可以说已经成就了 因为你明白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哪一个真世界都是真的 都是假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这句名号 你会抓住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那些菩萨 要求都求不到 我们今生遇到了 你好好要珍惜抓住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这句名号太容易了 只要你肯念 行住坐卧很方便 你都能够念 你看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你请他来说 你要朔戒 他感觉压力做不到 你请他说 我们每天来读五量朔经 他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请他 你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 容易简单 只要你肯念 功德不可适宜 因为一句阿弥陀佛 代表一切的戒力 一句阿弥陀佛 代表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 所有万善 同归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想一想 这么简单 行住坐卧 处事待人觉悟 只有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功德无量 所以真的我们的命很好 不落大 能够相信 能够念这句名号 你不好好念的不是很可惜吗 那关键怎么念呢 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我用个比喻 你要用什么心态来念 你看这个 用个比喻 采迦摩尼佛在地藏菩萨本源经第六品 第六品就讲如来赞叹品 采迦摩尼佛为普广菩萨 就是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适宜 神力不可适宜 愿力不可适宜 把这一品讲完之后 最后的普广菩萨出来合掌恭敬 你看那个普广菩萨用什么心态 对采迦摩尼佛而来接受呢 你看最后的那一句话 伟然顶受啊 普广菩萨在采迦摩尼佛的面前 而跪下来合掌告诉采迦摩尼佛 伟然顶受啊 什么叫伟然顶受 就是用我的恭敬心真诚心 我来接受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 所以念佛也是如此啊 这句名号功德不可适宜 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的心态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只跟阿弥陀佛结个缘 你没办法往生西方进度 你没办法了生死的 所以心态很重要的 所以一切法门归纳起来 就是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我们现在的人缺乏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利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心态 你的真诚心 你的恭敬心 显不出来 而且我们这段时间的修行 很多人的真诚心恭敬心 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真心心 真正的真诚心恭敬心 一示好对一切众生 当做什么 都是诸佛如来 诸佛辅沙的看待 这个才是真正的恭敬心 依教恭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